近日,有网友偶遇了王妃,当天王妃刚刚下大巴车,身边还有一名助理帮忙拿行李。 王妃则是素面朝天的,在风中头发也是被吹得凌乱了,网友们都表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王妃,甚至是有点邋遢。 王妃穿着打扮很朴素,并且看上去有点憔悴。虽然对于一个54岁的人来说已经是保养得不错了,但是明显状态不如前几天。 当天王妃背着一个七八十年代的包包,还是穿着平底鞋,看上去十分疲惫,不少网友们都表示没想到王妃竟然也有神美踩雷的时候。 不过在侧面看的时候,王妃小腹凸起十分明显,不少网友们都指出难怪王妃素面朝天,不失粉袋,甚至还是穿着平底鞋,重物也会由身边的保姆拿着,莫妃不是怀孕了吧? 前些天王妃和谢霆锋一直在一起,恩爱有加,甚至去香港往返北京都是形影不离的,所以怀孕这时还真的是有点令人相信。 但是王妃和谢霆锋在一起去香港的时候,谢霆锋就是对王妃保护有加,如今看来更是让网友们猜测王妃是不是真的怀孕了呢? 毕竟王妃和谢霆锋已经在一起那么多年了,如果真的是怀孕了,也是情有可原,毕竟还是希望有个爱情结晶。 不过不少网友们都表示王妃已经54岁了,现在怎么能够怀孕呢?已经是大龄产妇了。 何况王妃的性格应该也不会怀二胎吧? 所以应该只是有点身材发福,所以丢了一点坠肉,侧面看上去就特别的明显。 这届网友们果真是不让人放心。 近日,王妃现身国外看望女儿李嫣,奏在商场里依然是和粉丝们亲切合影,可以说王妃是很宠粉的。 不过王妃的穿着打扮都是很低调朴素的,但是在王妃身上就立马显得效果不一样了,果然是行走的衣服架子。 目前王妃从欧洲看完李嫣回来,想必第一时间就是去和谢霆锋会合吧,这一段时间两个人分开数日,大概对他们来说就像世纪年一样,毕竟王妃和谢霆锋他们就是像热恋情侣一般。 网友们都是羡慕他们的爱情的。 不过也有网友们提出中立题也是已经年过五十了,依旧是在拼四胎,何况王妃才只是生过两胎,如果和谢霆锋真的是感情到深处,说不定也会想着为谢霆锋生孩子。 何况现在科技如此发达,就算是真怀孕了,也不是没可能的。 54岁王妃现身形象邋遢,素面朝天穿平底鞋,小腹凸起明显被指怀孕。 希望谢霆锋还是能够站出来为王妃回应一下吧,现在王妃的粉丝们都已经炸锅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